台北 一个已经130岁的老房子 号称进步机会的首善之都 一个幸福 微笑 友善的城市 然而 住在这栋老房子的市民 所面临的问题是 台北市的未来在哪里呢 交通忙碌拥挤 机车组都在路上上演玩命关头 房价高涨 年轻人不吃不喝也买不起 导致父母官大小弊案层出不穷 一般人都已经不相信正题了 但是 新的一年 台北有可能出现改变 市民们希望能寻找一位专家 来改造这个城市 而现在 有几位前任的市长候选人出现 他们分别是 严慎文 何文哲 丰光源 市长给问吗 等你们一起来问 我在市长给问吗 来啊 来啊 但是你们有比橘子调 更有建设性的问题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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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